各位大家好,我是Beepo 今天我要繼續帶來 今天這集的 三國之十四 漢宗爭奪戰劇本 劉備的北伐之野望 上一集呢 我們勝利的拿下了 漢宗,天水 長安,銅關 上庸,襄雅 古作城市 下一步 主公必親帥百萬大軍 徽師東上 一舉拿下洛陽取昌 曹操大事已去 不出一眠 天下 必然大定 現在曹衛呢 兵力已經跟我們快要持平了 曹操被打到只剩39萬人 然後生權呢 也是 繼續的抵擋曹操的進攻 我們這集的目標 應該是 做足 東進的準備 目標可能就是打下 晚城呢跟洛陽 這 這兩座都市 把獅州 打下來 這就是自己的目標 然後呢 我們的生權 可能還會再繼續雷一陣子 因為他最近 又在被 為國派遣的張寮 常德 月嶺 張浦 至少 六萬人的兵馬 正在攻打烏江 我那部隊 我那部隊 撥給你 我那部隊 我那部隊 撥給你 我那部隊 撥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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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他自己還在耍白 是在那邊 在那邊 在衝他小 然後我們的關羽呢 剛見面了生權的部隊 應該等一下就可以回來了 我們就可以繼續 北伐仙野 總之呢 我們自己 就是要好好的 對付調會 漢宗進來有黃宗耶 黃宗這種適合打夜戰的大將 就是適合到他上優了 出發 看 我們武將 龐大 果然這個劇本的劉備根本就是最強的 嗯 嗯 這個劇本 漢宗進奪戰這個劇本的劉備呢 是武將最多 實力最強的 的時候 超孟德 超孟德 今日之戰 我朝思暮想 判了十八年 零年今天 我會到你的墳前 基本上要北伐呢 難度比較低一點 比出師表那個 只有蜀中的流產 相比呢 簡單一些 而我們漢宗爭羅戰這個劇本 因為擁有江陵荆州地區 所以可以從江陵北伐打襄陽 然後 在進攻上優都很容易 等於是變相夾擊 什麼事 會稍微簡單一些啊 先揮師北上 攻取翻城 然後 等我和主攻南北相機 揮師在許昌城下 看一下我的襄陽軍閥 可以了喔 可以攻打囉 可以北上囉 可以攻打囉 這個觀音瓶就在城外等吧 這個觀音瓶就在城外等吧 他只是去領BUFF了 去給觀音上BUFF 喔齁 來喔來喔 張儀喔 張儀先 在這邊等他 不然我怕他等要把我 好吧 有事嗎 交給我吧 怎麼了 好吧 找我嗎 開始吧 有命令嗎 好吧 先上岸比較要 啊 他在幹嘛 啊 為什麼他自己上來跟我打水戰 好奇怪喔 為什麼有 有那個好好的路戰不打 你要跟我打水戰 交給我吧 死了一萬人 省事真殘重 我已經迫不及待了 好妙啊 長槍起勢 定會取得勝利 不及 終到 你瘋狂 住吧 小心 有我劉備在此 休想傷害大家 重大 你會我眼一日刀下的黃魂嗎 oh why not 关羽号称天下第一梦将 他所统帅的荆州军 是游被罪精锐的军队 现在我命令 击败他 全部斩尽杀绝 一个降组都不留 存命 请确认一下 杀 太多人了吧 桑林 在这里哦 好的 有命令吗 杀 会不会输啊 可恶啊 失误耶 在打同关跟星野的时候 这样会失误 轻而易举 轻而易举 挑些招吧 快招快招打下来 打下来打下来 打下来 杀呀 有持者在等您 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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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说 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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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何夕 赵鱼 你干嘛跑开啊 白痴哦 你是怎样 遵命 有什么事吗 交给我 遵命 遵命 感激不尽 周葛亮 抽签了一下 尽情欢呼吧 太后劲了 白痴赵子龙 来眼 尽情欢呼 你可你和人 想想不想的道路 好 你看 我有事禀告 可恶啊 许主 汉贼不两厘 我刘备只要一心尚存 就适与曹操为敌 白痴啊,剩下五十一的再久度是怎样啊 可恶啊,阻挡阻挡 此战,我军大败 十两万人耶 结果竟然被他守住了 算了,我坚持不毒档 我坚持不毒档了 北伐是没有毒档 所以我因为这点智慧更毒档 怎么能体会掉 哎,又怎么样? 没用啊,关键能够被死 就被死了 他不会死吧,我相信他有制装的 有风 这阵阳下去 化身长枪 鱼城战场 哇靠 洛阳有五万人嘛 太扯了吧 好了,大妈回蛋 你没有玩 爽哦 呢 启 又 第二 reminded